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对于这个国家 人们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暴君 此人名为尼鲁 在野史之中 对于尼鲁的各种暴行介绍数不胜数 场面的血腥程度 令人瞠目结舌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一个暴君 他的外祖母 却是人人称赞的古代历史上 品德最高尚的女性 大阿格里皮娜 大阿格里皮娜出身贵族 是著名的罗马统帅 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 阿格里帕的女儿 母亲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大为之女尤利亚 奥古斯都对于大阿格里皮娜的父亲十分信任 几乎愿意与其分享自己的权利 后来 大阿格里皮娜 嫁给了罗马将领 日尔曼尼库斯凯撒 并生下了九个孩子 其中变包 扩了尼路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 到古斯都去世之后 大阿格里皮娜后来因为受到了心黄的忌惮 而被留放到了潘达特里亚的一个小岛上 他表现出十分不屈的态度 在三十三年绝食自杀了 因此受到了人们的钦佩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小阿格里皮娜 完全没有继承自己母亲的优良品情 此人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尼路登上国王的位置 做出了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 因此被人们称为毒妇 之所以这么称呼小阿格里皮娜 是因为他投毒的对象 竟然是自己的丈夫 据说小阿格里皮娜和自己的第一任丈夫结婚后 产下了尼路 在他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后 他改嫁给了一个贵族 此人是个扫心病狂之人 做了很多伤天害里的事情 因此小阿格里皮娜便给他投毒 第二个丈夫去世之后 小阿格里皮娜便去勾搭自己的亲叔父 当时的罗马皇帝 为了让儿子能够继承皇位 他又毒死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 然而定小阿格里皮娜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满心的母爱换来的却是儿子的仇事 据说因为小阿格里皮娜反对尼路与波皮娜在边娜的婚姻 尼路曾经多次想要杀害自己的母亲 这件事最终在尼路的禁卫军的帮助下成功的 尼路登基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暴君生活 除了杀害他的母亲之外 他甚至还踹死过自己怀孕的妻子 同时 罗马竞技场中的暴力设施 有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倘若大阿格里皮娜全下有之 知道自己的后代竟然如此可怕 不知道他是否会后悔将其带到了这个世上 参考资料 罗马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